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第一节课由大山格林奖师演讲 请各位掌声欢迎 大家晚安 在高级班 高级班的话 我们来复习一些简单的东西 你们在初级班学到什么 两句话最重要 这是高级班 那就问你们 初级班你们学到什么 两个2 statements 什么东西 各位讲出来 不是不是 初级班两个重要的观念 什么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然后呢 占领不宜转主权 会假的哦 这两个很重要啊 没有错你讲日主美战也没有错 但是 为什么我们讲这个是针对外面那不配的 你来说这两个概念 就好像要进到头脑里面就会出来 以后你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用这个去解释对方讲的任何的说法 你遇到这两个statement 消音器 再记得一件事情 在过去几周里面 我只讲一个简单的观念 来 还没准备好吗 来 我正在上课就开始 没有关系 放心 就听就好了 不用记笔切 有礼 怎么样 走遍天下 无礼 寸步难行 再讲一次 有礼走遍天下 无礼寸步难行 现在是谁寸步难行 法靠一定人啊 中华民国系统寸步难行 走到哪里都不行啊 对不对 什么叫游离走遍天下 谁游离走遍天下 台湾民政府游离走遍天下 来 请看我们的官网 走遍天下是过去这段时间 一直在走遍天下 我相信在网路上也很多人 没有看完官网 我们从去年开始 来 我们从记忆证明一直往上看 有多少事情叫走遍天下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什么叫走遍天下 来 再往上 再下 再下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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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走遍天下的事情 来 我们一样一样看 没有 没有关系 来 再下来一点 我们从G7开始 等一下 来 往上看 往上看 好 再往上看 这是算国内 走遍天下 从G7开始 有没有 你们知道G7嘛 对不对 初级班都是 G7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民政府 很正式进入国际舞台的一个宣告 接下去会一连串 为什么G7大就看这个就知道了 G7之后台湾民政府在国际上的到处发生 这是过去台湾人 没有看过 没有想过 根本没有听都没有听过的事情 也没看过的场合 全部台湾民政府都出现 G7这次就打响第一炮 GRG后续一直发生 G7是什么 世界最主要的七大国家 这个七大不是普通的大 它等于是替世界制定游戏鬼的国家 那在我们在G7的专刊里面 居然跑出来 来我们来看G7的东西 这就是G7 magazine G7是在2016年 有没有看到 在日本的Issesima开的会议 每年在不同地方开会 在前一年在德国 今年在Issesima Issesima就伊士岛 那这次是日本主办 七个国家轮流主办 然后这个杂志是G7国家 来你看这下面有一段 短短的话 你不要跳太快 G7 makes in for VIP delegate, diplomat and world leaders 然后我们看里面的几页 来再往下分 没有 我要你往下 它有那个catalog开始的地方 你回到刚刚那个地方 对这个东西我要放大 我们官网的好像比较清楚 对 G7国家讨论的议题都是global issue 是全球的议题 全球议题里面 global development,global finance,global policy OK 就是全球议题 里面全球议题里面包括什么 Taiwanese government 很有意思哦 台湾人的政府 怎么在显然台湾人的政府 这件事情是今年 在G7里面重要的议题之一 它才会出现嘛 G7待会听我慢慢来说 为什么台湾议题会是 在未来的时间里面 对G7来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随着最近的整个世界局次发展 台湾已经到 这些所有世界在发展问题的核心了 它会越来越清楚 我只是先讲 台湾人的政府 自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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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看它内容是怎么讲台湾的好不好 来我们就按进去这个 G7的第82页 81 80 81 我们到81页 81页对 再往前 再往前 再往前两页 回到不是 我们回到那个 官网上面有一个点进去 它那个杂志 可以逐页看的 不是看这个freaker 不是看freaker 回到我们的官网 这是第一步 回到官网 不是用freaker 回到我们的官网 对 先回到我们的官网 对 然后往下走 回到G7那一页 先按进去 好 按进去以后 来 按进去 然后再往下走 它有一个link 会连到这个杂志的每一页 来 再往下走 对 再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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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 这里 这里有个link 按这个link 按这个link进去 好 这link的里面 再往前两页 这是介绍G7国家 有没有 这一页是G7 profile Leaders 加拿大 日本 来 再下一页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英国 欧巴马 欧盟的人 都参加了一个聚会 来 再下一页 讲到 台湾 讲到台湾 讲到台湾 讲到台湾议题 所以台湾议题 现在在G7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因为是G7来的 所以它也即将会是 接下去在华顺DC或各国里面 这次总统美国大选 是不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为什么美国总统选出来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因为美国是最大嘛 它影响全球的所有政治经济各方面嘛 它这个舞台是可以决定全世界未来是怎么发展的 它是经济各方面 军事价值观 它等于是 set the value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去替全世界来设定游戏规则 所以这样的人选出来总统 大家都想知道 也企图要影响他 所以最近说 连俄罗斯都想动这个脑筋 待会慢慢讲俄罗斯的部分 然后在这里面 在这样的杂志里面 居然花四个大篇幅在讲台湾民政 显然 台湾的议题即将是世界舞台中心 我先预告这个事情 但不要讲太白 所以他一定会把这一张出来 来下一张 然后在讲这个的时候 居然 照理说 台湾人想说是蔡英文的照片会上去 对不对 哇 这些不好事了 我们已经上国际了 结果不是 走出来什么 但林志森博士 台湾民政府 台湾民进院会照片在上面 怎么会是这样子 来 回到我们官网 回到官网 回去我们的官网 对 回到我们G7 我要慢慢一步一步的往上看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接下去是什么 诉讼案跑出来 来 我们按一下165149 看到这个的时候 你们知道我们控告美国吗 这在控告之前 先预告 叫大家来注意 来关心 来看这件事 什么事 蹦一下 诉讼案跑出来 哦 这很有意思 诉讼谁 2016年9月6号 台湾民政府 在美国高等法院 court of a peer 上述文 控告谁 美国跟中华民国 通常被告的是什么 是做不到事情 怎么做到事情 公告 当然是做错事情 显然这两个国家做错事情 所以被告 谁告他 Lin versus US and ROC Appearance Opening Brief Fire Stamp 这个档案 大家都可以进去看 这是可受公平 完全公开在网路上 只要懂得法律 你们上网去查去看 那个台湾媒体 我根本不想浪费时间 跟他们讲 他们胡说八道 根本就完全进不了 国际舞台 你放心好了 你要看国际上的媒体是什么 那台湾你要看 真正国际新闻 来这边看 来台湾民政 我们的官网看 来这United Court of Beer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Plentiff在这边 Appearance在这边 Defendants 是这个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跟Republic China 扩湖台湾 再brief 好 回到再上一页 再下去之后 来 我们再往上看 官网 再回到官网 我们都是按照顺序 在出新闻的 这个看完看这个 这个看完再看这个 撼动世界TC控美中案 好 再往上看 来 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就在我们的 有好几个地方出现我们这个东西 之前我们有一段影片 对不对 现在在观察家杂志上面 居然出现这个东西 Examiner 来 Examiner 是在华顺DC的一个很重要的杂志 这杂志 有人说它偏右 但是我跟你讲 真正订阅这家杂志的人 大部分是美国的政治界的精英 核心的人员 真的会接触到 我跟你讲 你放心好了 国会议员90%都在看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这个上的官网 不光是这个 他们有一个叫做Later of Defense 来 再往上看一点 来 再往上看一点 美国外交圈极具影响力的知名杂志 Washington Examiner 介绍台湾 不光是这一次 不是一天 是年少了 几个月下来都会持续 来 这是Examiner 当天在希拉蕊第一次辩论 跟欧巴马 你可以让我 让我一个完整的版面吗 对 可以 谢谢 Examiner 当天晚上直播 全球都想知道 美国总统大学 在做什么的时候 当你点到他网站在看 即时转播的时候 居然看到我们 台湾民政府的logo在这边 哇 我跟你讲 那些人 不会光只听这个 也会注意这个版面上面有什么东西 台湾民政府在那裡 在中华民政府在那里 有没有说 这个花钱就买 来买买看啊 你来买这个时段啊 请问你要多少钱 你知道 美国在Super Bowl的时候 Super Bowl你知道吗 就是超级杯足球大赛 或者是招NBA的Final 最后一场赛 你知道广告的广告时段 7秒钟 就几千万美金 过来赢了 都赢了来赢了 因为所有观看的人都会专心来看 那个时段的广告最吓人 那我们就在这样的广告重要的时候 登到一下这个位置上面 这都没有东西 再来 再往下看一点点 再往下 来 再往下 来 这个东西喔 他们就是WASHINGTON EXAMINER DADY OF DEFENSE 这个更有意思喔 E-mail ADD 就是他们也会传出 Update 即时的Update 用E-mail传给每一个 重要人物的信箱 他一打开信的时候 在看信之前 他上面会跟你 有一个广告 这广告就在讲台湾民政府 OK 这个你们都可以上网去看嘛 比如说你收到这样的E-mail的话 BREAKING NEWS啊 什么 Send a Rebuke President Rejected 911 Losser VETO 这个上面就跑出台湾民政府 这个E-mail 你没有一传说一道固定的客户固定在看 台湾没有啦 台湾从来这个名字 就不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你只能出现在非官方 在过去 台湾人有历史里面 这本时代 我们是在大日本帝国底下的台湾 不可能单独跑出来 台湾那久是要发生 你能去哪里 都能去哪里 都能去哪里 那就是消风嘛 你把你的想象力跟 寄我 驾望 都放在中华民国这个 这个 中国人的客户里面 想说要让他 又划掉 你要抱着这个 死人的客户 是要走那里 没人要插你 人家把你当作 票房毒药 你说 这是什么 是瘟神 要避你避的避之有孔不及 你被骗去 人家不用开封 就马上把你退回来 根本的核都不能核 你怕人不知道 最近蔡英文总统 都对美国宣战 对吧 我跟你说 他对美国宣战 透过华生云post 对美国宣战 说他有军队 他自己算出来总统 一定要为自己做 未来做决定 讲话跟杜特帝差不多 对不对 自己有军队 很大 这说完没算 再说另外一件事 不承认九二共识 对吧 他是中华民国总统 不承认九二共识 所以你一方面 这就是我说的 你要做台独 你要有 胆识 对美国宣战 对美国宣战 对吧 他真的认美国宣战 为什么要对美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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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对其他人宣战 因为美国是台湾这块土地的 主要占领全国 你要独立 你已经独立于什么之外 大家过去说 我要独立 独立在哪里 谁之外 你现在是dependent on 谁 你先想清楚 但是境界就不可以跟你说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中国人要说独立 独立于什么之外 台湾人想 一定是中国之外 是中国要给我们打 结果不是 是美国要给你打 因为台湾这些土地 是美国在占领 你要从美国占你的土地 跑出去 他当然要打你 你我管的 我们一直以为是中国来打 中国他不敢打 他打得变成国际战 好了 做完了以后 第二步是什么 其实他的第二步没有做对 第二步应该对日本天皇宣战 就算你打赢了美国好不好 你台湾那些老人 就算你打赢美国 你还要打什么 打日本 打完日本以后 要对抗中国 对不对 他对中国宣布独立 这就好笑 当蔡英文不承认九亚公司 就表示台独 对不对 中国说台独代表战争 对不对 那个钱小到你可不要理 戒指 戒指 要不要赶快拿起来 重要东西要赶快 我跟你讲 不要打岔 来继续 你对中国宣布独立 结果中国没打你 结果中国做什么动作你知道吗 跪下来求饶 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是不是 中国最近国台办居然讲说 哎呦拜托 台湾啊 你们叫什么都可以 只要你承认我们都是同属一中 你要我换名字 不要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也OK 你要叫中华民国你坚持 那我们也来叫中华民国好不好 你知道吗 这是做国台办讲的啊 那这不等于跪离求饶 是啊 郭政你来的 郭政你说我们两边都承认都是中国啊 哎 他为了请你请君入翁 什么 把你跪 把你摆 把你磕头 任你做老伯都可以 有趣吗 中国呢 你台湾人怕中国是要怕什么 当你不理他的时候 他会跪下来跟你求你耶 求中华民国蔡英文总统 哎 我们贏的事情不要紧 我也可以改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 有一天 当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名的时候 他也叫中华民国的时候怎么样 中华民国就叫人家居了 就这么简单嘛 你不承认没有关系嘛 我只要一改名 你由不得你承不承认 这就叫做中华民国 他改名就好了嘛 是不是 绝对可以啊 他为什么不可以 他现在联合国的席次 就是占着中华民国的席次 不是吗 他是唯一合法代表 整个中国的政府啊 我管你蔡英文要不要 要不要不承认 对不对 你要算什么人 你台湾这个人要算什么人 我跟你说 游离走遍天下 就算台湾民政府 你如果走对法理 人家会请你去耶 请你在国际上发声耶 无理寸不良 难行 你算出来总统 你就在德州只能见一个棒球选手握握手 没有人会理你嘛 他就当你是演员嘛 是不是 不是 是娱乐版上面的一个头条嘛 诈骗集团来美国 跟棒球职业棒球群众握手 就是这样的 中华民国就是诈骗集团啊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啊 不能代表台湾啊 对不对 唯一台湾人的政府只有一个 我们叫做台湾 那时候不是跟你们讲 初级班有三张卡 对不对 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唯一合法代表中国政府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世界只有一个台湾唯一合法代表台湾人的政府叫做台湾民政府嘛 现在中间那个是什么 什么都不是 他是属于叫做 结果法院上也给他正确的名字叫什么 中国台湾当局啊 台湾Authority of China 中国那个字你拿都拿不掉啦 你只要参加国际的场合 一定叫中国台湾 中国台湾就是中国流亡政府在台湾啊 这个名字挂好好给你啊 所以最近不是奥运会那个更是搞笑到不行吗 过去我们台湾人都不知道奥运会 还有个特别可以拿什么中华奥会会棋 奥会的几个圈圈进场就觉得很了不起 对不对 骗台湾人说这是代表我们的棋 对不对 结果今年出一队 国家好笑 也拿同样的棋 对不对 奥运会主办单位决定再给全世界的难民发一个棋 不要说叙利亚那边的难民发一个棋 请他们去参加那一队 结果两队在场上碰到的时候 中华民国的代表团 中华台北的代表团应该过去把对方的棋扯下来才对 最新拿这个棋是我们耶 你们怎么要闹双胞 对吧 只有我们有资格拿难民棋 你们是谁 你们也是难民那你就加入我们嘛 对不对 不要拿两根 对不对 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嘛 整个奥运只有一支难民棋 不要搞双胞嘛 对不对 我们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我们也支持奥运只能有一支难民棋的政策 对不对 不要搞两支三支 这没意思 过来 你看看 这个是我们的 来 接下去我们宣布了什么 台湾民政府新闻公告 你记得吗 在去年近 我们宣布一件事情 我们把所有民政府 下半年度要做的所有事情的行程 全部公开在网路上 对不对 中央民国不是情治单位 国安大会很厉害吗 怎么会来破坏啊 应该我们一起把行程跟你讲 几月几号我们会在哪里开会 我们果然我们的代表 在上个礼拜就已经开会了 在DC跟美国的各个单位 你不相信你去求证嘛 我讲的东西不是你去求证嘛 对不对 我要打枪啊 记者不是很厉害吗 应该实际上去采访 问美国的单位 有没有跟我们接触嘛 那我们在那边宣称啊 对不对 我们讲说会跟 美国的相关单位全面接触 全面接触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明年我们要铺路啊 大选之后我们会派一个大型的团 到美国开酒会啊 我讲过啊 这是我们当初的计划嘛 本来我们是今年就要开酒会了 那后来因为有美国大选 跟最近一连串 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很复杂 影响到我们开酒会的时间 什么复杂你们知道吗 美国总统大选怎么复杂 来看到我的 回到我的POWERPOINT 再回到这个官网 来我先回到POWERPOINT 让我的POWERPOINT先出来一下 这个啊 美国总统大选啊 你们觉得这两个谁会赢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觉得 我两个礼拜以前问你们 你们一定不敢讲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焦灼 谁赢谁输都不知道 三个礼拜以前 那后来两个礼拜前 发生什么 那个录音录的事情 让川普这样哇 结果呢 川普这个录音带 你们知道录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2005年耶 11年前的录影带 跟人家访问的时候 后面那后半段 被人家截取拿出来放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 你有没有人说我11年前 跟哪个记者讲话 而且讲完喔 访问完以后 麦克风没有关掉 继续录音喔 那录影带老早 你11年前的文件在你们家 你找得到吗 报罪资料搞不好都找不到了 五年以后都忘记了 美国人就是那么厉害了 不要讲11年前啦 我跟你讲喔 根据民政府的经验喔 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我们资料都有 解密给台湾民政府 所以我们才有能力知道这么多事情啦 要不然凭你台湾人要去告美国啊 真拼耶 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么多资料 美国没告诉你 你知道吗 他如果没有危机LEAG 泄露出来 透过危机解密里面跑出来的资料 你怎么会知道台湾 原来他的地位是这样的 原来中华民国是流亡的 原来陈寅违违反命令 就是要跟台湾人家解决 一开始在陈寅来之前 他就怕神要把 他连那个日本人 你们是不是有看过 日本人跟 接受什么 不 中华民国接受日本受降书 有没有看到那个 有没有那张照片 有没有 他说怎么就打完战争之后 有没有 什么受降 我跟你讲 那不是受降耶 你们再去查一下 日本人没有要接受他里面的条件 因为他篡改了人家的那个内容 日本人是说 I acknowledge 我收了你的文件 但不是投降书 日本是对盟军投降 你们不要弄错了 你们在上网再去查这些更多的地点 会慢慢的解密给大家看 因为过去 我们是按照时间一步一步的 把更多的资料 露出来给大家知道 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计划在进行 太早跟台湾人说不好吧 你们也疼不疼 那时间就拼一下 让你听一下 继续往前走 OK 那我讲这个的目的 是讲说 美国大选真的是影响世界大局 最近就发生这件事情 我中间放了一个很奇怪的照片 对不对 普丁耶 怎么会放普丁照片 你看他的照片 是不是很诡异的笑容 啊 那上面写什么 Russia wants to undermine faith in the US election don't forfeit 诶 这是泰美金在October几号的时候 就出来的 很奇怪喔 在大家 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发生 what's going on的时候 这个东西跑出来 我跟妳讲我没有落实掉 我之所以讲它是有理由的 诶你们初期班 是不是上个礼拜我已经讲过一次了 没有提到这个 OK 好 你们要记得我刚才讲的2005年是很关键的一年 这个跟这件事情有关 川普是几年结婚的 他第三任的老婆是几年 2004 05 04 2004 他跟谁结婚啊 他老婆是谁 前苏联的某一个国家的模特儿 对 那就有意思喔 然后这普丁这张照片这边最重要是这个 还不是他的脸喔 你不要被脸骗喔 他就写 I voted 诶 这是什么意思 你当美国公民去投票就知道一次就好了 投完以后你就会送你一个帖子 我投票咯 我投了 我已经投了 我已经投了 我已经表达我的意见 普丁的身上怎么有这个帖子 当然这是 美国的媒体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文字上的新闻 一个叫做Pictoria的新闻 图片的新闻 图片告诉你everything 光是A picture worth a thousand words 一张图就告诉你很多事情 就这张图啊 他vote vote是什么 我表达express我的意见 对于美国总统大选 我做了一个选择 你台湾人齁 一定要了解美国在想什么 为什么 台湾人为什么要知道美国 国民党都不希望你台湾人知道 所有中华 不用国民党 中华民国的媒体都不希望你知道 太多有关于美国发生的事情 如果知道就不会台湾人 就不会乖乖的被他管 就不会乖乖给他欺负 对不对 大家的头脑就很smart 就不会被这些狗人去那里面 你如果会自己主动 会看国外媒体 所以台湾人英文永远不好 永远不知道 国际讯息媒体是在什么 好 拉回来 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普丁在整个美国大选里面 已经被美国spot 他做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透过台湾人的一张图 在警告美国人 这家伙已经进来了 要小心 Don't fall for it 不要掉入他们的陷阱 普丁耶 然后他露出来的东西 采访的人是谁 Mr. Bush 这个是谁 布希耶 好熟悉 是 没有错 他跟以前的布希家族有关系 布希的 以前老布希的侄子 来采访他 叫Access Hollywood 这个节目 采访普丁 不 采访特朗普 然后最后 后来你们都知道 发生什么事嘛 对不对 访问的内容 的后半段 讲了一些不堪入耳 就是歧视女人的 内容跑出来 就大大的影响 他在选民中的影响 那你也知道 川普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势力 是代表什么 Evangelical 福音派 或基督教徒 在支持川普 为什么 针对于 就是第三次辩论里面 讲到有关堕胎的事情 Pro-choice 还是Pro-life 对不对 Pro-choice 就是说 人有权利可以堕胎 妇女有自己 决定自己的权利 那Pro-life 就是说 开玩笑 在你肚子里面 就是一条生命 你凭什么把人家的生命 直接拿掉 对不对 甚至在受孕的时候 还在受孕的时候 就已经生命 你们如果真的在家里看的时候 那个心跳已经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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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那个超音波看 已经有心跳都出来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 就把他冻死掉 那是杀人 所以这是两边的立场不一样 然后当然 民主党的立场是说 我是女人 我女人有权利 来决定自己的身体要怎么样 但是你的权利不能 剥夺另外一个你的小生命的权利 反正这两边就是变来变去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待会我会讲到文化的事情 其实他们两个阵营 代表两个不文化 美国的两个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在互相透过选举的方式 来决定以后谁是美国的主流文化 这样知道吗 一切都by law 但是在决定law是哪一条的时候 之前 大家用投票来决定 这就是游戏规则 你一定要遵循游戏规则 不能赖皮 如果赖皮会怎么样 就像昨天 就像昨天川普干的事情 人家记者在问他说 你接不接受最后选举的结果 他说我不知道 还没有决定 到处再说 这句话说起来吓 吓死人了 吓死人 吓死人 你台湾人不会吓死人 因为台湾人已经经历过 当年 变成冬算有一群人很不爽 就全部穿红衣服 接上去抗议 不是吗 就是不接受选举的结果 一支什么两个子弹在脑子 台湾是乱七八糟 后来全台湾跑的时候 发觉到中南部 都被人欺负 就是天龙国的人 他们就是不接受选举的后果 你如果不接受 你一开始就不要来玩 你要玩就接受结果 结果没想到台湾发生事情 过几年以后 就在美国这里就出生 现在有意思了 非常有意思 当川普讲这句话的时候 就是 你是来乱的 你是来乱的 所以这种话 听在美国聪明的人眼中 绝对是完蛋的 我不管你前半段辩论多好 我差一点还觉得 哇 川普这次扳回一层 这戏还有得看 结果没有最后 辛苦了 几个小时的辩论 最后几分钟 一句话两句话 就把你全部全部推翻掉 他不一定接受 选举的后果 这真的是赖皮 这赖皮所挑战的不是小事 他代表美国社会会动乱 因为有一群人真的支持你 川普出来选 他代表一群 绝大多数白人 男生 中低收入的 他们的确在这个社会里面 过去被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所以他希望有发生的管道 他希望站出来发生 因为他们工作机会被拿走 很多车厂 很多制造业 包括煤矿 都外移 他已经没有竞争力 川普给人家 promise 说他会把这些 job get back get back 你的薪水有愿意拿低点吗 你还是那么高的话 你根本没办法跟国外竞争 这是一个 business war 川普你不是懂生意吗 你是不是随便给人家下 promise 可是问题 他这么容易给 promise 那些人相信 他们真的 vote for him 真的是投下去 表示他们也desperate 他真的很需要有人替他们发声 没有错啊 所以他们第一个brain就是什么 跑来美国这些非法移民 我们合法这边世世代代在美国这边 努力工作好几代 凭什么你这些非法人进来就抢我的工作 把我取代掉用更低的薪水 把我的living quality全部毁掉 以前我们在abide by law 你们这些为什么可以不abide by law 就是这样子啊 可是当你在这 每个人为他自己的权利发声的时候 你知道有个人跑进来 sneak in就是叫我 这个故事又更大条 先跟你讲整个大条 普丁代表什么 共产国家对不对 共产国家是怎么起家的 阶级斗争嘛 对不对 他认为过去 就是因为你资本主义发生的大问题 我才代表着 广大农工百姓的福利起来抗暴嘛 对抗你这资本主义坏 黑五类嘛 嗯 那他们是红五类嘛 对不对 要对抗你们这些黑五类嘛 就地富缓坏右嘛 你这顶人嘛 结果成几何时 基地党拼合上面的upper hand 那又怎么玩下去 好了 有意思了 普丁基本上就在美国制造阶级斗争 把美国的中下阶级的人 鼓动起来 对抗 不过这件事情实在很好笑耶 他找的那个代表人居然是一个billionaire 是不是 你要西地党替广大的这些中下阶级的人发生 居然找一个亿万富翁出来发生 他也没有代表性吧 你找一个就是也是平民百姓出来也就算了 找不出来啊 你找出来发生啊 就来胡搞啊 他在利用下面的人嘛 所以美国跟 美国代表是资本主义 那俄罗斯中国代表是共产主义 这两个死对头 从上世纪倒下还在打耶 美国在赌一件事情 你中国你愿意buy into我们的资本主义 真好 我就不相信你不会 量变变直变 我就跟你赌啊 我就让你有钱啊 我就给你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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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啊 对不对 那共产党员都觉得说 哇 你资本主义就是 corruption嘛 对不对 就代表人类的罪恶嘛 是基于人类贪婪去建构起来的帝国嘛 所以这就共产主义基本的 eteology的对抗嘛 美国在赌你 中国会崩 会崩盘嘛 可是普丁也不甘示弱啊 你这样生到背后 我就看到你的阶级斗争的 最营养的养分就在那边啊 他就伸手就进去了 到底谁玩谁啊 对不对 所以美国也警局到这个 所以这个就出来了啊 讲到这个当然我们也不得不再讲 你看 最后就越玩越大了嘛 对不对 一开始伸手出来 其实他的伸手其中有一个 包括就是对于电子邮件的 全面的 俄罗斯啊 他的那个网军进去里面 俄罗斯啊 它那个网军进去里面 他絕對是清清楚楚的 他只是 你記得一句話 Marine講過 他的silent不表示他不處理 他現在silent表示說他在等適當的時間出手 這就是適當的時機 我讓你俄羅斯在美國大學裡面操作到一個程度 時間到的時候我就會出去了 那個冷氣可不可以麻煩再幫我開大一點 因為前面已經開始Store 你看 普丁那個臉嚇死你 我跟你講 是不是嚇死人 歐巴馬 歐巴馬相對太善良了一點 你有沒有看到 嚇死人 那個很像那個box 就是拳擊手在上場之前那樣對抗 有沒有看那個世界拳王大賽都是這樣很壞 摔角拳手也是對抗互相 也一樣 美國要用全面的 他說如果你要這樣算 我們全面用Cyber attack 就對付你了 你們以為網路就是網路攻擊 太小看了啦 網路攻擊就代表全面戰爭 所以那時候走到要死 你知道俄羅斯在他們對國內的新聞裡面 叫人民開始準備好住到Bunker裡面去 Bunker是什麼 防空洞預備未來的核子戰爭 叫他們要有心理準備 叫俄羅斯在全世界的精英回家了 把你的親人 你的loved one 叫回來 叫回俄羅斯為了your motherland來fight 已經到這種地步了 你們台灣人完全不知道 大家不知道世界現在的tension到這種程度 大家有幾個人知道 我現在沒說 你們知道俄羅斯已經發布這訊息 俄羅斯對他國內的人說 世界大戰第三次要開始了 因為這個Cyber attack就代表那個意思 你知道為什麼Cyber attack代表世界大戰嗎 我跟你講現在所有的武器都靠過網路這邊 在通訊的啦 我要叫哪個飛彈起來 是不是一定要有一個傳輸訊號的系統 是不是 一定嘛 那最快的方法就是透過Cyber 所以俄羅斯說我們也準備好了 我們有一個blocking 就整個俄羅斯上面會用block的方式 所有的無線基地台可以馬上一轉 就變成干擾訊號 就讓你的飛彈找不到方向 但是俄羅斯你又弄錯了 美國的attack叫做 accuracy 精準的 我跟你講 美國現在已經進到另外一階段的戰爭 它不是要mass destruction 它不是大量的毀滅性武器 它覺得只要把關鍵的幾個 解決掉的事情就解除了 這是美國未來的戰爭 也就是最人道的戰爭方法嘛 你只要打那幾個出台子那個人 出台子那些人在台語面做什麼 那是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的戰爭方法嘛 未來的戰爭就是屬於斬首行動嘛 你只要殺那幾個關鍵人物就好了嘛 這是美國在做的事情嘛 對付賓拉敦對付IS都是一樣嘛 而且他們對付的方法 是按照他們時間表的進行 他也不會提前把你殺掉 他也不會不照順序去殺某一個人 這是美國在做的事情的方法嘛 而且他們會找到這事情 到最後誰是死做勇者的 那個人才出手嘛 你太早出手就整個大局就跑掉了 他再換一個人不是一樣嘛 所以人家說要攻擊台灣民政務 把林鄭之聲拿給他好 好笑嘛 當然不是他啦 我們還有一個主席 我不是講嘛 那主席後面還有啊 你以為我們這幾個人在這邊就是關鍵人 我們沒有這個沒那麼厲害啦 我們真的沒有那麼厲害 我們只是在這邊負責講 負責對台灣人講這件事情 慢慢把台灣人帶到正常的軌道去瞭解世界 因為過去的台灣是封閉的島 不曉得外面的世界發生什麼事情 現在就要用自己的循環 大主大主 進去聯合國 撞拼都不知道幾次了 傭人嘛 現在所以就要透過這種喪惡的方式 讓台灣人知道 世界大事在進行什麼 他最近更好笑啦 Duterte 很有名對不對 Duterte 菲律賓總統新上任的 他幾歲了你知道嗎 71歲 很奇怪 美國總統支持大選幾歲 70幾歲 很好笑耶 你有沒有覺得歐巴馬才 歐巴馬年紀比我小耶 你們不敢相信歐巴馬年紀比我小 歐巴馬都退休當中 居然交接給一個70歲的老人 不管希拉蕊或者川普 不管誰當選都在那邊70歲 Duterte也70歲 所以未來的世界局勢 是空在一群70歲的老人身上 你不要講的是年輕人 你知道為什麼70歲嗎 我跟你講70歲很有意義 他是銜接著二次世界大戰 74歲的人很清楚二戰發生什麼事情 希拉蕊的年紀讓他知道 在那個時間之前的 所以他會講到 當他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記得川普在講一件事情 他提到誰 麥卡瑟 他們在辯論的時候居然提到麥卡瑟耶 那個新的一代美國人都 誰都沒有誰是麥卡瑟耶 但是這70歲的老人清楚 他們就是來終結二次世界大戰 所發生沒有處理乾淨的事情 包括舊金山和平條約 因為這件事情沒解決的話 世界沒辦法繼續往前走 世界沒辦法往前走是因為 大日本帝國的領土一直沒有解決掉 大日本帝國領土包括北方四島 日本現在要包括南海諸島 就現在的爭議的季節 所以這杜特蒂也是怎樣 他70歲 杜特蒂是哪一人 民打難而倒的 他的背景有很多是共產主義的 他也是回教的 Muslim 所以他執行事情的時候是No mercy 所以殺三千個人一下子全部殺掉了 他恨的是這種吸毒分子 他知道這種吸毒害死了菲律賓人 可是美國你把我們交給我很好 可是你又 當我在執行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又說我違反人權 不然你到底要我做什麼 美國你到底要我怎麼樣 你如果沒有回答的話 那好我去找中國我去找俄羅斯 對不對 杜特蒂就是這種態度 你沒有給我好處啊 每年28次的軍演 大部分都叫我們菲律賓人在旁邊看 看你武器有多好啊 你剛剛有幫過我們嗎 沒有啊 不是不幫啦 你們這種心態的話 人家難怪不幫你啦 對不對 因為你不定時炸彈嘛 一定有一些關心是美國 不願意直接把這麼 就像把手榴彈交給小孩子一樣 這還得了對不對 對啊 所以中國其實可以做一件事情 把你的尖死的飛機送給菲律賓嘛 聽得懂我講的意思嗎 把你最先 因為最近 中國最先進的武器 不是一天上來摔飛機嗎 它整個飛機裡面 最好的設備就是逃生系統 可是你這樣一摔 就死掉一個飛行員 又死掉那麼貴的 這樣整個送給菲律賓啊 把你最先進的武器 叫菲律賓人去做實驗啊 摔壞的時候 你菲律賓人不要塞啊 那就好了對不對 那你繼續研發嘛 修正嘛對不對 那你如果自己來研發 在那邊測試的時候 你摔下去只是 你自己的武器系統 所以乾脆就交給菲律賓人 去測試飛嘛好不好 這樣知道嗎 Duterte in China 他講了什麼話 北京10月20號 這是盧特斯的新聞 As President Duterte announced his separ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 to strengthen ties with China He said he will also talk to Russia's 普丁歐 他這個人的野心好大喔 他不光是說我要跟 他之前他說要跟美國切斷關係 我還真的搞不懂他要做什麼 結果現在他的洋謀跑出來 他說我要跟普丁一起合作 我要跟中國一起合作 然後三個國家連線 我們就可以控制全世界了 這一控耶 哇塞 我們三個就可以要對付全世界了啦 中國、菲律賓人和俄羅斯 It's the only way He said 哇 我看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到三個字 CPR CPR是什麼 心肺復甦數數啦 你看 中國、菲律賓人和俄羅斯 不是嗎 都是CPR 就是CPR啦 他們現在的情況已經要做CPR 然後菲律賓的獨特體提出來這個offer 這三個國家最好趕快來做CPR 真的是好笑耶 所以我們在臉書上 也把CPR這三個字弄出來 這是心勃奏停病患的急救措施 透過人工保持腦功能 直到自然呼吸和血液循環恢復 CPR Cardial CPR 所以花的 Ironic 非常好笑的事情在進行 菲律賓總統居然要替俄羅斯跟中國解套 然後當他在宣布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知道台下的中國人 哇 鼓掌歡迎啊 說講得好 說得好啊 普丁一定心裡面 不知道要怎麼樣說才好 我就要叫你菲律賓喔 中國跟俄羅斯就要最後要靠菲律賓 把我們解套來聯合陣線喔 那你就知道杜特蒂就是共產黨員啊 對不對 那你知道嗎 所有共產黨都結合在一起 Against the world 這就好笑了 這是高級班喔 高級班就是看這些事情 想這些事情 講這些事情 思考這些事情 台灣人如果沒辦法這樣 要怎麼進入跟世界接軌啊 這就是台灣應該有的樣子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四面有航海啊 我們是夾於大國之間啊 你怎麼會有中國賣呢 你怎麼會有一個中國腦呢 就是中國人把你洗腦嘛 把你洗得乾淨嘛 把你洗得乾淨嘛 整個眼鏡看到只有中國嘛 看不到全世界耶 鎖在中國嘛 你眼界就是中國啊 為什麼 語言啊 信誓啊 宗教都被人家限制啊 都會決定啊 你的文化主導權是在人家手中啊 人家在定義你啊 定義台灣就是中國人啊 我們要花這麼多時間 才會真正想要對抗他嘛 你已經沒那個力氣啊 所以那時候美國人 只要我們說 你就讓台灣人自己做決定不好嗎 我說不好 當然不好 這群台灣人是什麼樣的人 你知道嗎 已經去年齡七十年三代四代的人 去中國人的文化思想洗腦的一群人 你憑什麼讓一個不正常的精神病患 去為他自己的未來做決定 你在幹嘛啊 你是再一次的落井下死 讓台灣人洗得更慘而已 看到一定台灣人根本連自己是誰 自己的identity是什麼都搞不清楚 你居然跟他講說 You make your own choice How naive 美國人你太天真了吧 我們在experience叫做genocide這件事情 種族被滅局被屠殺 我們的identification 我們自己的認同已經錯亂了 你不能叫 在法律上這種是沒有行為禁制能力的人 台灣人法靠一定都是沒有行為禁制能力的人 你居然叫他 自己舉個自己吧 我給你一把刀一把劍 你自己看一下怎麼處理 誰可以啊 投票就是讓他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 一個嘻笑的人 你讓他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 他一定完蛋了嘛 美國你不要在這邊假好心 說好像逼台灣人開一條路 這條路也是你當初搞來的 台灣人本來是一種人 住在這個台灣島上 我們叫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我們的身份國籍都很清楚啊 你希望他用軍艦載來一批一百多萬的中國人跟難民跑到台灣 那就是種族滅絕的動作耶 就是啊 美國人這些不知道嗎 你的國語言的那些羅素還在講說台灣的是什麼最 那句話我想了我要回去 你看 歐巴馬明信台灣 As a model Asian democracy in loud speech 這種話你講得出來嗎 台灣是一個最糟糕的喔 你看 你與美國人 還強調人權的重要性 因為他們相信 人群跟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 從日本、南韓、台灣的例子 我們知道 民主也可以在亞洲成長周壯 唉 我跟你講喔 What happened in Taiwan is in the past 70 years should be a textbook example of grand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major insult to the democracy's value 絕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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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你美國人的天真、無知 所種下的一個後果 你必須要自己來處理這件事情 美國人你必須自己來處理這件事情 而且Be nice Be gentle 不要隨便 又製造一個新的問題出來 所以我那時候講嘛 你Russell 你居然敢講 台灣有democracy 你也那麼value 這個democracy 那我跟你講 第一個要製造 Iraq 因為Iraq是你所佔領的地方 那你怎麼how to turn Iraq into democratic country 呢 你怎麼辦法變 Top 10 quick fix for Iraq to become democratic after the US won the war 給你建議 我給你建議 我給你建議 我給美國人建議 什麼 Change all Iraqi nationality into US nationals Using executive order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就下馬門 美國總統下命令嘛 從今以後所有的伊拉克人 恢復美國國籍 你聽不到我講 就是當初大日本帝國大人發生的事情 陳寅的行政命令 你從現在開始 台灣光復節 伊拉克光復節 伊拉克光復節 所以伊拉克人本來都是美國人 你就換他國籍就好啦 是不是馬上變democratic 然後呢 Apply American constitution in Iraq so the U.S. soldiers the occupier and Iraqi civilians the occupier people join together and elect their own president 就這樣子啊 欸 你們要聽得懂我講的話 我是那種倒過來 你如果認為台灣是對的 那你就apply在伊拉克身上 你如果apply在伊拉克身上 你如果apply在伊拉克身上 就做一樣你放在台灣人身上的事情 一樣做到伊拉克人身上 你如果覺得他很ridiculous 你就知道當初你對台灣人做的有 對呀 然後你就是把伊拉克的美國軍人 跟伊拉克的百姓混在一起 選他們的總統 對不對 對呀 一萬 千萬 十七萬的美軍 千萬 十七萬 十七萬 美國美軍跟伊拉克的平民 一起選新的伊拉克總統 bring more if necessary 如果需要更多的話 你就進來 對不對 透過依親的方式啊 對不對 結婚啊 許伊拉克的客人 Stop Iraqi from using their own language 不准伊拉克人在講伊拉克話 Declare English as their official language 宣布伊拉克的官方語叫英文 Enforce this policy to all education and media 做得伊拉克的學校全部改講英文 對不對 所有媒體全部講英文 這就是台灣人對的事情嘛 我們本來說一件事啊 突然之間 都講中文耶 你不要講中文 罰你錢耶 說你的母語 說台語 發錢耶 美國人 你不是說台灣是民主典範 用在伊拉克人身上 看全世界人會把你叫的 每天早上八點鐘 叫所有伊拉克的小孩子 全部到操場集合 唱美國國歌 跟美國總統行三局公禮 就是台灣人對的事情啊 你把他炒頭啊 每一個八點開始就要唱歌啊 就是一樣啊 Make military service compulsory to all young male Iraqi 所有的伊拉克都要去扶美國的兵役 所有的伊拉克都要去扶美國的兵役 Teach American history to Iraqi children and force them to memorize by heart 所有的伊拉克人都要記得美國 Heart American history 對啊 Teach all Iraqi that their ancestry is from New England area 所有伊拉克的祖先 是從New England來的 你搖頭齁 那就是台灣人 被人家逼得要背 我們的祖先都從中國來的 一樣的事情嘛 Torn down all the Iraqi historic buildings and replaced by U.S. founding father's statutes 對啊 所有的東西把這個換成這個啊 我們現在是不是所有的 台灣的所有的道路 都是中國的城市省份 沈陽 長沙街啦 什麼 對不對 沈陽路啦 什麼東西有的 那聽起來是很外交的耶 台灣跟這些城市什麼關係啊 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個中正路跟中山路 那更莫名其妙 對不對 Give all Iraqi American last name 把他們的姓氏都改 Incruid on Aboriginal thousand years ancient Iraqi tribe 把伊拉克的 tribe的姓氏全部換掉 那高砂族居然有中國姓耶 是不是很好笑 那高砂族耶 跟中國什麼地帶 最近那個傻瓜的圓民會 還跑去中國要參加什麼大會 本來講就是偏遠少數民族 把他改名字 不高興回來 我跟你講 你去改是應該的耶 因為你認同中國嘛 你跑去那邊幹嘛 誰叫你去的啊 只有這個傻瓜蔡總統會叫他去嘛 因為蔡英文當你去接中華民國總統 你就是認同中國耶 所以他第一部位是跑去哪裡 中煉石去拜他們嘛 中煉石是放中國人替他中國死的軍人嘛 那你台灣人去拜什麼 台灣民軍我們的祖先是住在禁國神社啊 在台灣大日本帝國建系也在禁國神社 我們去禁國神社去拜是對的 所以你後來蔡英文當選的時候 跟一群的縣市首長去搖替黃林耶 黃林跟你在什麼地帶啊 那台灣人台北真的是派的耶 所以我這種人讓你做決定 結果就是這樣子 像說台記 我告訴你台記也不是台灣人的紀念 台灣人裡面哪有客家人啊 台灣人哪有什麼火爐人啊 都沒有嘛 自己洗腦洗得很鐵地耶 那什麼家族中慶會 那都是中國人為了要統治台灣人 幫你分類 設立各種家族 什麼中慶會 幫你控制嘛 OK Sale all use weapons to Iraq and ask them to pay the bill 然後賣他們武器嘛 這說不完啦 我剛才只講說top 10 quick fix 很快的速度 把伊拉克改成民主國家就是這樣惡搞 美國人你覺得如果台灣這塊獨地是你所謂的典範 民主的典範 歐巴馬總統你如果覺得台灣是一個典範 你就坐在伊拉克 把這個model完完整整的移到誰身上 對不對 對啊 換成這就好了 探動世界的TC 控美案 現在那個 喔他不在沒有關係 所以台灣人也要看上面嘛 不會看 是實的 什麼是虛的 最近蔡英文政府突然兩個大柱子倒掉了 國安局局長跟總統委員長突然請辭 雙雙請辭 你的外交官還派不出去咧 新加坡還不收咧 到今天有收啊 誰上任的告訴我 不會啦 未來的路子呢 越走越虛空 越虛無飄渺 他的那些部長如果知道情況 大家都會走啊 大家都想跑了啦 比較聰明都會走啦 傲人才繼續在拱這個 這就牽扯到一個有趣的問題 中國還需要留中華民國在台灣做什麼 你們在想這件事情 可以想想這件事情 中國留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目的只有一個嘛 你就是我要取代的人嘛 所有中華民國的財產就是我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什麼 所以過去當初在中華民國推出聯合國之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面到全世界各國去 改變那個登記的名字嘛 對不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嘛 你還要回到一百萬美金耶 中國怎麼會做這種事情啊 為了要顧也不用住啊 因為全面接收嘛 所以日文的駐日的那個什麼 以前所謂的大使館 是登記在馬記狀的名字下嘛 對不對 最近不是說哪一個國家的 也是登記在某某人的名字下面嘛 人都沒有在看新聞啊 對啊 好幾個國家瑞士還是哪裡的 重要的地方都是登記在私人名下嘛 就是那時候去用掛帳那時候 趕快要付他們的財產啦 趕快改名字啦 改成私人啦 你現在收的回來嘛 呵呵 這麼拼的 你現在應該全面去徹查嘛 你民進黨不是說你號稱是執政黨嘛 把所有過去的黨產清一清嘛 把所有過去不應該放在私人名下 美國的朱伊拉克的大使館 會登記在個人名下嗎 頭想也知道嘛 怎麼可能 哪一個國家的外交單位的那個使館 是登記在個人名下 你們不用想啦 這個是很荒唐的事情 可是台灣人都在想你知道嗎 但我講這麼荒唐的事情 台灣人不可以啊 對不對 拜託喔 台灣人已經在他的系統裡面 錯的當對的 對的當錯的 到這種內容 distorted 這裡面的人已經完全的 是非顛倒 黑白不分 是非不明 都笑耶 所以我相信 如果這整件事情掀開來的時候 台灣人要怎麼辦 很快啊 我跟你講 在短短的時間 整件事情都掀開來的時候 打電話 所以有這件事情在幾年前 我有一個朋友 設置在紐約職業的心理科醫生 他是職業 他是說他可以馬上寫一個條子 就可以把人家送到精神病院的人 就是有職業的職業 那時候我當他把這個民政務 這個法理的事情跟他講 他以前小時候就去美國讀書 後來美國人 職業律師 個人比較大學畢業的心理博士 很聰明啊 他一聽就知道說 你怎麼回到台灣 我說 聽完這個的話 就是你相信 你不相信你跑來台灣幹嘛 我說 跑來台灣開業啊 我相信會很多人嘻笑啊 那我就要賺這條錢了 這條錢 對不對 要賺你這個 大人嘻笑的人的錢 什麼是虛 什麼是實 什麼是消 什麼是漲 什麼是漲 不是憑感覺去判斷 是要根據事實 證據 邏輯 真理 這個幾個方法 你才能 make judgment 當然如果沒有這種 連這個基本的能力都沒有 我都不曉得 是怎麼過他每天的生活 你怎麼說服你自己 活在世界上是有意義的 我問幾個簡單問題 問台灣人 當你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時候 你活在世界上幹什麼 你滑到要幹什麼 你整個去死了 真的 我對台灣人講 你如果不知道你滑到要幹什麼 你現在死跟以後死 是不是一樣 那這段時間 在宇宙的長時間裡面 你是什麼東西啊 就一個存在體嗎 沒有嘛 所以為什麼人需要知道自己是誰 你才有傳承嘛 才會跟這個整個住在這個島上 這個歷史是一部分嘛 你是contribute在一個生命體嘛 就是台灣為主體的生命體裡面嘛 而且你在這關鍵的時候 你貢獻出來的話 你就有意義 你有你的價值耶 什麼是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給你定義耶 不是中國人現在在上面做的 中國人給你定義耶 你又拿人家定義再繼續玩下去 那你又死了 這就是所謂的台灣人 不管是台東還是什麼 反正在中華民國底下 所有的政黨組織都是一樣 你真的沒有為了台灣人在怕什麼 你真的為了個人私利在那邊謀算 才會有這種結論 台灣民進入就真的為了台灣人 在那邊考量 在輸扣 還知道世界上面的遊戲規則是什麼 選一個最聰明的路走出來 我跟你說 你如果真的要畫台東 我真的會歡樂 台灣人未來如果交給你們這群 畫台東這頂人的腦袋的話 我真的會嚇死 我就跑了 台東一頂人真的是不聰明耶 所以那時候 中國的那個一個教授跑來台灣演講 他說我跟台獨的講話 那種優越感就油然而生 你懂嗎 跟中國人講庫 跟台灣台獨也講 有優越感 他說阿拜不要和啦 因為台灣人的智商跟中國人的智商 一平均下來又會下降 人要把你秀入到這種程度 你台灣人不知道耶 台灣人這條路 你真的讓台灣人去灌真的會參試料 因為台灣人還沒有開化 還要煩惱 老闆還不清楚 但是有一條路已經在那邊 很漂亮的一條路 就是你回到大日本帝國體系 而且在美日安保合作底下 你又能講日文 這都是世界共的國家耶 你不會 你不想跟美日系統 你要去跟中國系統 那台灣人 你找戲耶 真的你就是往下沉淪的一群人耶 在中華民國體系底下 要繼續玩下去的 就是一群 要把台灣人帶到很淒慘的地方 我跟你講到時候 連天使都會替你哭泣喔 連天使都會替你哭泣喔 台灣人 我真的要講這件事喔 台灣人如果這條路這麼清楚 讓你走 請你去走 往更好的路上走 有美日在後面做支援 給你回答 你都還不選 要去選中國要去追路 連中國人自己都不走的路 你要走那條路 你自己找死喔 中國的大官 全部把小孩子送去美國 不是嗎 如果中國真的那麼好的話 你應該放死命 留在中國嘛 我是不想直接點名啦 中國的過去幾任的 主席的孩子都在美國啊 習近平上任的時候 不叫他女兒回來 女兒說我有幹嘛回來 我回來做什麼 我當美國人很乖 我回來快樂很高興啊 中國的女人喔 真的是巧不知己中國男人 出了國第一個想嫁美國人 再不停嫁臨台灣人 再來 用睡再 所以中國的男人都要下死命 探戟 叫Prove to their Chinese Ladies 說我是有價值的 嫁給我吧 但是你在中國 你看 中國男生又多 女生少 女生又可以選 那中國人真的是 男人真的是苦啊 他要想辦法去證明自己是有希望的 才能獲得女生願意跟你生下一代 女生的本性是很自然的 他就是挑強者去嫁 只有台灣人是違反自然 挑弱者去跟的 你知道嗎 台灣人連做那種更高級的妓女都做不了 騎拼 台灣人這麼可憐喔 所以舞女之曜哥變成台灣的國歌 隨人客流來流去 對啊 今天這人命在那人 只要有錢 我都還要在抵 這才是真的台灣人的國歌 過去幾年的國歌啦 但是我們台灣民進會給台灣人 國歌不是這個 我們是往更好的路上走 所以出埃及啊 我們要脫離什麼 脫離中國人之那的人 把你吞打這個 Predigory Predigory這次不是我們自己說的 這是美國的法院判定 法官寫下來用這個字 說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獵獄底下 台灣人自己沒有感覺 不然就年紀歸好笑好笑 有飯吃了 有水頭要叫啊 台灣人真的沒有感覺耶 你沒有感覺是因為你不是有頭的人 你只有身體在運作 Function喔 你只有身體在運作的人喔 你根本不曉得人是活著幹嘛的喔 你人的活著吃青飯耶 有三個回來後果你就很高興 那叫做台灣人 所以都要有食物就給你剩下你就去了 剩下什麼人都不重要 我說你真的是對不起四萬里以來做生 你白做 人讓你穿不去拜訓國人做做生 那就是台灣人 台灣人在看台灣人在生 好感到我們民進府幾萬人的台灣人站出來 就是要走這條路 因為我們是已經已婚的人了 你知道嗎? 過期台灣人都懷孕嘛 所以中國人很要求總統告訴你 你原住民我幫你當人看喔 就是在國際法裡面你原住民不是人 你知道嗎? 因為你是部落形式啦,trible 在以現代國家的定義裡面 你不是個國家,你是部落形式 人家用征服的手段就幫你takeover 是這樣子的 你要depend從人家的mercy 你才可以活下來 維持你有這個種族在那邊存在 因為世界已經改變了 現在都用國際法戰爭法再處理 而且是國家為單位 你沒有形成國家你是部落 部落就是可以被人家這樣處理 因為我們還沒有進化到國家神事 所以我們不曉得人家在玩什麼 我們看不懂什麼叫nation 人家已經幾百年的進化了 你還用部落的形式 就像杜特蒂一樣啊 還用部落的形式在跟人家討論 跟人家discution的話 救死人 所以美國只要出一招就好了 杜特蒂說要跟美國分開 你用那個字叫separation Please define what is separ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什麼叫做跟美國分開 你的定義是什麼 杜特蒂傻眼了 你講到definition你就搞不清楚啊 請問過去這跟美國是怎麼連在一起的 條約啊 條約是誰通過國會通過 你杜特蒂一個人總統就要做這個 你以為你是誰啊 中國可以啊 因為中國他們叫做主席啊 主席就代表全中國啊 我跟你講主席等同於以前的皇帝 我先跟你講 中國的主席就是中國皇帝 只是他選出來的方式不是透過民主選舉 他是透過一個任命下一個 普丁也是一樣啊 他是俄羅斯皇帝啊 他現在儼然是皇帝啊 有點像君主立憲制 表面上有一個憲法在管你 但是美國不是 這就是美國大選為什麼這麼tricky的部分 美國當初為了要從英國獨立出去 美國跟英國打了一仗對不對 因為本來美國這地方是殖民地 是屬於英國女王的殖民地 她是有頭的喔 你上面有頭喔 她不要賣錢 所以你要跟她打一仗 那為什麼要跟她打一仗 因為在殖民地的人被抽稅 沒有代表人在英國的上醫院或下醫院裡面替她發生 所以隨便人家欺負 然後他們就很不爽 就五月花事件 就說沒怎麼找的啦 可是喔 美國人其實也沒有那麼厲害啦 後面有人死作用人 誰 法國人嘛 全世界第一個 主權在民的 開始的國家是哪裡 法國嘛 法國是不是 法國大革命 把路易抓來 路易斯斯啊 抓來砍頭嘛 對呀 French Revolution 對呀 他做了一個 人類有史以來沒有做過 把國王抓來砍頭 所以一砍頭之後 國王所有以前所代表的 全國的sovereignty 到哪裡去了 spray out在所有 殺掉他的人 就是人民身上 可是當你這樣的國家要形成 來繼續統治這個國家的時候 還是需要有些elite group來統治嘛 那怎麼辦 所以每個人有的這部分 透過投票的方式 把他的rights sovereign right 再丟回去給這個 再組成一個 以一個人做代表 來承接這個東西 才能繼續執行下去嘛 所以民主國家 投票民主制度 這個系統是很重要的 你沒有這個制度的話 你根本沒有代表性的時候 你憑什麼管我 你知道嗎 所以一定透過這個機制 叫選舉的 選舉的機制 那美國人 在從小到大的教育裡面 沒有kingship這個東西 概念沒有 他很討厭有國王在他頭上 他承接了法國人的DNA 所以他很討厭你上面的頭 所以看到哪一個國家的頭 就把對方的頭給幹掉 他就來甘願 這就是美國文化 我跟你講 可是等到他碰壁了好幾次 他現在來學乖 他知道說 不能 這個世界不能這樣亂 不能全部照我的意思 他長大了 他以前是小孩子 小孩子就是 全部的人照我的意思 現在他長大了 知道不能這樣玩 這樣玩世界會亂 這世界本來就是不同的系統 互相compromise的一個結果 一個是有國王的國家 一個是沒有國王的國家 一個是民主的 一個是專制的 一個是什麼 不管怎麼樣 你必須要在一起 你必須要在一起 不管是戰爭的方式 都好 但是就是要在一起 就這樣子而已 美國你要學會 怎麼樣在一起 現在來了 現在新的問題來了 什麼問題 因為Uprising power 中國是一個第一個發生的 1970年代 當基辛吉跟 這個誰 Nixon 去訪問中國 中國改革開放 開始接受什麼 資本主義的系統進來了 他們也要嘗到這個好果 可是他們不會 give up他這個system 也就是說他有不同的hybrid 不同的組合體 表面上玩你資本主義的系統 可是他本質上 還是有kingship的一個國家 全世界可以下一道命令 全部人民遵守 就是中國 我要開一個G20的 我可以讓一個城市盡空 杭州從來沒有這麼漂亮過 這是中國人的comment 街上可以完全沒有人 他可以叫這個人 全部離開這個城市 等到我這個結束再回來 奧運可以突然是幾天沒有烏雲 只有這種國家 專制國家才可以處理的事情 你美國怎麼去deal with這樣的國家 他可以突然間叫股市stop 他可以叫人家只准買不准賣 你如果去一個交流 他只准你輸不准你賺的話 那個賭場你去嗎 你傻瓜才去 那這樣的國家居然要玩資本主義社會 居然他要進入IDR 他要進入所謂世界貨幣組織的籃子裡面的議員 政府在後面操控居然你容許他進來 你不需要有regulation把它抓進來嗎 全世界資本主義 所以呢 我要講了一件下一步的事情 就是為了in order to sustain未來的世界的新局 你必須要新的paradigm在那邊 ready for that 現在已經我們還在 如果我們還是用二戰之後 美國所成立的冷戰之後的這個思維 要來contain 就是把這些中國新興國家壓在底下是不可能的 因為中國已經在挑戰你美國的權威了嘛 俄羅斯也出來挑戰很多人來挑戰 你美國要繼續維持老大哥 但是不要像川普那麼笨 退回門諾主義自己鎖在自己國家 我跟你講美國很快就滅亡了 絕對啦 美國如果不是維持世界老大 美國會馬上面亡 因為它裡面矛盾太多了嘛 這次一看就知道嘛 種族問題嘛對不對 社會問題 社會階級問題嘛 這都是美國問題啊 所以歐巴馬總統在政治選舉的時候 鼓勵大家回來 你要維持這個 再一次把美國put together 不可以容許特朗普在這裡面惡搞 特朗普代表著俄羅斯勢力進來裡面惡搞 要challenge美國的value啊 美國民主value的前提是什麼 什麼叫民主前提 要守法嘛 你不守法怎麼玩呢 這個遊戲怎麼玩下去 中國就是那個spoiler 他進來的資本主義社會就是來破壞的嘛 叫人家叫人家叫人家有一個遊戲規則 你要來玩就可以 但你要叫這個遊戲規則啊 中國不是啊 對不對 從以前開始用仿冒啦 用這種不正常的acquisition 把對方公司股票弄下來再進場 然後再買進再帶出來 然後吸收人家的technology 變成他們自己國家 他們在玩這些東西 全部是來破壞 自由市場的遊戲規則的一個國家 你怎麼把它contain在一個範圍裡面 所以你必須要什麼 新的system new paradigm 才可以in order to contain這樣的國家 這個new paradigm就是我講的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生意上有個故事叫什麼 新酒裝在新瓶 新酒不可以裝在舊瓶 你說的瓶不是玻璃瓶喔 生意上在中東的時候 你裝那個酒喔 是有一個像動物的那個囊袋 你這酒新的酒灌下去 鋪起來它會發酵 所以新的囊袋的話 動會掉那個撐的那個力量 因為它會有一些air 那些氣泡會出來 它會撐那個東西 酒了 酒越放越久越喝 它慢慢就沉澱 那個酒也老了 所以那皮也硬了 所以通常你要裝新酒 一定要裝在新的皮帶裡面 你不可以把新酒裝在舊皮帶 一下就撐破 啪啪 大家都沒湯喝了 那你舊酒當然是裝在舊的瓶子 新酒裝在新的袋子裡面 那現在什麼是新酒 中國就是新酒 中國接下去的東協各國是新酒 再來印度也是新酒 你過去美國那個系統你要改了啦 你要用新的皮帶來contain這些即將 越來越是要跳起來的國家啦 你 somehow要有一個新的paradigm in order to contain這些新的變數 variable 你才足以控制這個世界大局 你如果控制不好 全世界跟著就是 歪路了 人類從有史以來的浩劫 就好像巴比倫城青島一樣 那就很慘了 但是before 你不需要走到那一步之前 你繼續sustain 讓它維持下去 就是我們要有一個新的paradigm 讓這個系統繼續走下去 讓大家不要那麼早 經歷到世界末日的感覺 不是感覺 是真的會suffering 世界末日就是大家開始丟灰彈 現在大家一起死吧 像村子也沒什麼好幾隻打過 就像俄羅斯要玩的一樣 我們幹嘛陪你們幾個那些政治的crazy people 來玩這場遊戲呢 好啦 這是我們台灣民進行 我現在因為突然一下 講到太大的東西 又拉回 這很簡單 TC要說說過 台灣人都聽了 法律訴訟 成立台灣民政務 社會分證車牌 不需要登記 法務部登記 六大州行政單位 黑熊部隊 各大美衛部隊 機車門公開 台灣主流媒體 ROC部罰科官 這就說 台灣民政務一直在起來 當你看到中華民國在在小風氣 同時你也看到 一個屹立不了的台灣民政務 在這邊 一直在國際的舞台發聲 我再跟你講 按照我原來的schedule 你很快就會看到 在國際上的舞台 你們會看到台灣民政務 我出現在那邊 給你嚇一跳 先講 那現在講到文化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 你看 Don't ever mistake my silence for ignorance 這是馬瑞拿來講的 不要把我的安靜 silence 表示我ignorance 美國講的 My calmness for acceptance 美國現在不出手 不表示他接受你要做的事情 And my kindness for weakness 這句話很兇喔 你們可能聽不懂 你講 美國一個世界大國的玩法 就是這樣子 那時候美國不會講 我們要攻擊 挑戰我們全力的 我們是按照 We are on term Our schedule 美國執行事情 按照它的時間表 按照它的方式 選擇對它最有利的方式出手 這是美國一向的做法 所以你無法預測 OK 這是蔡英文宣布這個 戰爭的畫面 以後大家把當作歷史課本上來嘲笑 台獨代表戰爭 美國佐利克代表這個 那這個大家都知道 兩張牌 這個台灣當局就是 我現在已經都懶得講他們了 因為時間已經到新一個階段 然後這邊就是 Long-awaited answer is here 這就是 台灣民政務出來 台灣民政務要做什麼 我剛才講 前一陣子 民進黨的人 當然私底下 不要講私底下 已經幾乎半公開跟我們聯絡 那是誰我不講 但他就要問你說 啊 再來呢 他也看到大局在變啊 那我們會有什麼好處 我說 你們要跟我們談判嗎 對啊 大概就這意思 談什麼 要不要談什麼 我們有人啊 我說我們沒有辦法跟你談 為什麼 我說很簡單嘛 你找錯人了 我怎麼找錯人 我說你要找誰你知道 你要找中華民國 因為你是中華民國體系的民進黨 對不對 你只要去找中華民國啊 中華民國現在是誰在管的 中華民國現在是誰在管的 AIT在管的 剛剛不是 是不是啦 中華民國流行在台北 他是不是 美國AIT在管 你要去找AIT啊 哦 是這樣喔 我說AIT還不行 AIT要找上面 找誰 美國國會啊 AIT是TRA 台灣關係法底下成立的 管理你們這個中國台灣當局 Under Taiwan Relations Act 美國的四大主張 跟一個堅持不會改變的 一個中國的堅持不會改變的 美國的國會通過法 你要跟國會議員去講啊 國會議員上面 他們是Legislative 就是立法的系統啊 我們不是啊 我們是台灣民政府上面 是台灣美國軍政府 美國軍政府 台灣民政府的全民是什麼 台灣澎湖列島 美國軍政府啊 對不對 台灣澎湖列島 美國民政府啊 對不對 台灣澎湖列島 我們在台灣IT卡 也跟你講清楚我們是誰啊 你找錯人嘛 你顯然找錯人嘛 對不對 你到婦產科 要去看小孩子的那個 流鼻水 你有沒有搞錯啊 科別不同 OK 外科找內科 內科找外科 還可以找神經科 你咧笑 你找錯對象了 你討論 我們不能 我們有沒有被授權跟你談啊 沒有啊 我們在做我們的事情 我們上面美國軍政 軍政上面 美國國防部啊 美國國防部啊 美國總統啊 這個命令體系是這樣子啊 不要混在一起 中國人就是什麼都要混在一起 一切按照規矩做嘛 美國也是這樣做事情嘛 所以動不了我們嘛 一群傻瓜的 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才是那麼傻到 他的那個執行單位更傻 我跟你講 現在在中華民國體系下的任何 號稱是中華民國的系統 你如果要對台灣民政委做任何動作 我們視為你對於軍方的一個挑戰 對美國軍方的挑戰 我們絕對是做紀錄的 你放心好了 你一定要盡量做啊 搞清楚嘛 連內政委、葉俊榮都講嘛 這個是用外交手段來處理嘛 台灣人看不 我講得這麼 我們 不想講了 來 How did you deal with the past? 所以台灣民政委一出來 我們就要跟台灣人說 過去、現在、未來 過去、現在、未來 台灣人的過去、現在、未來都搞不清楚 所以我們從過去講起 你是誰人 Who we are 台灣人到底是誰人 台灣民政委出來 我們幫台灣人抓到兩個主軸 抓主軸的意思就是定義 我跟你講喔 這個社會 這個社會 辦事的 管不辦事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不辦事就管嘛 懂得法律的人管不懂法律的 對不對 對 本來就是啊 你不辦法律 人家給你發你 你知道嗎 你只管發而已 當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誰的時候 人家來定義你是誰 更狠的就是這樣 當你連自己是誰人都不知道 別人定義你是誰 你就完了 所以這個社會是由自定於 定義 Define Give Definition 的人贏 對不對 沒錯吧 是這樣子啊 台灣人也聽不懂啊 我沒問題 我照講啊 聽不懂的人就進來啊 有耳可以聽的人就聽吧 台灣人齁 我告訴你 沒有眼睛 也沒有耳朵 也講不出話來 為什麼 因為你們台灣人 拜的神就是這樣子 當你拜的神 沒有眼睛 眼睛是假的 是查詐 就會這個結果 你會越來越像 你所拜的對象 聽得懂嗎 你拜什麼就像什麼嘛 但是 你拜的東西 你拜的東西如果 沒有眼睛 沒有嘴巴 沒有耳朵的時候 你的結果就是 聽也看也看不懂 聽也聽不清楚 都搞不清楚耶 有眼睛看不見耶 有耳朵聽不到耶 這就是台灣民政府在講的嘛 世俱放在那裡 讓你看看不明白嘛 你有耳朵給你聽 你聽不到東西耶 但是有一種東西給你聽 給你看你馬上聽得懂 什麼東西 中國東西 但有中國元素的東西 然後你丟在你身上 你馬上說 喔 對喔 這是中國的東西 我就聽了 因為你拜中國人做事嘛 所以任何中國東西 放出來之後 你的耳朵就 tune into tune in就是 轉那個頻道 轉到那個tune 中國頻道一出來 打來台灣人 立正戰後就開始打了 一個中國頻道 因為你沒有獨立思考能力 你都被洗腦了 我沒騙你喔 當你發覺中國的東西 對你appear 有那個吸引力的時候 你就中毒了 你對它沒有免疫系統啊 他一講中文 你很興奮 當時英文就開始 喔 這裡在說聲 聽不懂 看著英文一早就 啊 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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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啊 說到三百歲 大家開心到要死 諸葛亮三百歲 說到大家 讚讚讚 說到一個法例 大家都在嘟咕 有 所以台灣人是本手 在嘟咕 台灣人真的是本手 在嘟咕 你只能吃本手 真的有營養好的東西 肉 大塊 豬肉 你吃了什麼 沒有在嘟咕 因為你根本沒有那個capacity 你根本沒有那個capacity 你沒有那個能力去吸收這種東西 對它來講不是營養 你是營養 認為是垃圾是營養 所以你只要說到中國的東西 你馬上行動就走 所以你要控制中國人很簡單 說中國話 說中國文化 用中國的邏輯跟你講 這些中國人馬上收編 所以中國人要控制台灣很簡單嘛 他土地拿不走 可是他上面的人都跟你換掉 土地拿不走 日本天皇他拿不走 可是他會跟你講 上面都是中國人的 跟俄羅斯那時候 把Crimia吃掉也是一樣 Crimia上面的人都講俄羅斯話 你認為Crimia會不會宣布獨立 當然就脫離你 烏克蘭會脫離 只是他們就要玩這個遊戲 在國際法底下玩這種遊戲 這違反 台灣人 哇 很硬 所以台灣人 台灣人 抓兩人 一個是歷史上的論述 一個是法理上的論述 一個是法理上的論述 歷史上就跟台灣人說 你是什麼人 你到底是什麼人 不是中國人幫你教的 你的祖先在這個土地 住了四萬年 你有祖先 有一個血脈 有一個血脈在這邊流傳 四萬年前 我們的祖先來這裡生住了四萬年 最近幾百年才有這個中國人 跑來這裡幫你管 絕對不要相信 李登輝講的台灣 西班尼的 如果說西班尼 就是大清帝國的餘虐 就表示李登輝就是西班尼 是那餘虐的後代 你要回到你的系統去 但是我們的系統 是四萬年的系統在這邊 美國你也不可以忽視我們 我再跟你們講一件 你不要誤會以為美國希望在全世界各個地方 製造這種multi-culturalism 多文化多種族 錯了 真正的資本主義是 每一個種族都有它的identity 然後大家learn how to live together 怎麼樣respect each other 這才是真正American value 什麼叫美國的democracy 是這樣子 是based on respect to each other 不是把它devalued 或者把它滅掉 美國也是花了很多年才學會 什麼叫做respect 所以在美國 United States 這麼多文化 進到美國裡面的時候 很多的文化還是保留它原來的 Louisiana 法國的法語區 Iowa Wisconsin 都德語區 New York 那邊都是Irish 有沒有 都不同的文化 Texas 以前的Mexican culture 都在respect當地的culture 英國人在奧克拉哈馬 或者Kansas 或者 可能那邊有一些 原來 Aboriginal的 Indian tribes 在上面 你需要respect這個 當你所有的人都一樣 都是到雜種的時候怎麼辦 世界經濟也起不來了 我到世界各國都是一個樣子 在這邊也可以吃麥當 那邊也可以吃麥當 這是什麼世界 Come on 所以法國人那時候很討厭美國人 就是這樣子 你美國人是來混亂世界這種 原來的那個Variety Variety is make this world interesting的主要原因 Variety 我們要學會有Variety 那有Variety的話 台灣絕對不是一個混蛋住的島 不是一個混的島 當你要把台灣不是一個混的島 Define出來的時候是怎麼樣 你要抓到它的主軸 What is the core 就是它的核心是什麼 就是回到歷史上去找 歷史上的核心是什麼 Phobosan Phobosan Phobosan是這個島上的核心 我就不相信你中國人可以講你是Phobosan 你講不出來嘛 你沒來驗會啊 你中國基本上是一個雜種 你雜種為什麼要把你雜種文化 帶到台灣來 原來這個地方 你都知道熊貓要保育 對不對 你花了全國的力量去保育熊貓 怕它絕種 你為什麼對西藏人把它滅掉呢 害得達拉兩媽要帶一批西藏人 逃到印度北部 就是他要留他的種 你大量中國人進到西藏 為了要尋求一個一統的中國 你毀掉多大的種族在上面 是不是 你用定義的方式把這些人都叫中國人 對嗎 不對嘛 蘇聯沒有蘇聯人啦 蘇聯是很多國家組合 有Russian我承认,有俄罗斯,有白俄罗斯,这个我承认。 可是Formosa这个岛上就有一种人叫Formosan, 像毛利人在纽西兰一样, 在South Africa有这些黑人一样, 你怎么可以说South Africa是白人的社会呢? 你讲不出来嘛, 台湾人怎么是中国人的社会呢? 你讲不出来嘛,这叫Formosan的社会, 但是因为我们是Tribal, 部落输给你们这些已经形成了强势的文化嘛, 被你们欺负到现在嘛, 欺负了几百年的结果嘛, 美国你不要跟着这些中国人, 跟着中国送美人骗子来欺负台湾人嘛, 以后没有台湾人耶, 因为台湾人只会讲中文嘛, 你知道台湾要独立, 可是你不晓为什么要独立, 你知道你不是中国人, 可是你不晓得你自己是谁, 你只知道我不是什么, 但是你没法讲你是什么, 这台湾人最大的问题嘛, 我知道我不是中国人啊, 可是who you are, 你讲不出来嘛, 你要讲出, you should be able to tell别人 who you are, 我是谁嘛, 我的祖先是谁嘛, 留你的血嘛, 在上面的考古要出来, 不是在上面几集充画区把那些, 我们的古籍全部压在下面耶, 他是中国人刻意在做的事情耶, in the name of 建设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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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在destruct 台湾的历史, 所以他可以在这个岛上把你霸占下来, 台湾人不知道, 这么简单的事情不知道, 要讲了再讲, 台湾人要听不懂, 不过去给他祈福啦, 所以那时候, 美国人跟林士忍博士说, 你真的要救到台湾人吗? 你真的要救他吗? 你做了这么多年, 结果台湾人给你怎么, 挖了手, 给你污蔑啦, 最近是不是林士忍博士在日本的法院 告出两个胜诉吗? 因为他们说, 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啊, 台独人民在那里冲啊, 我跟你讲, 这次诉讼出来以后, 台独人民要消风气, 但是你在消风的过程当中, 你里面一定有一些有事之事, 必须要站出来啊, 把你过去错误的论述一次推翻掉啊, 回到台湾的这个主体论述里面嘛, 那另外一个台湾的主体论述就是法理的论述, 我知道你是台湾人, 可是你是哪一国人, 你不用自己去创造新的国家, 已经在这上面, 已经有个国家了, 第一次台湾这个整个岛, FOMOSA这个岛, 有一个国家, 叫做大日本帝国, 而且是先进的国家, 而且不是落后的国家, 你不跟这个跟什么, 日本第一次1945年4月1号, 宣布, 由天皇颁布诏书, 宣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在台湾, 没有比这更好的啦, 从此以后, 你有所归属, 你不是自由市场的女人, 随便人家约出去吃饭喝酒, 你就跟人家上床了, 我是有公子的人, 我是贯夫性的, 你不敢对我怎么样, 你做了你就是犯了法, 你明明有法律可以保护, 有战争法, 有国际法可以保护你, 你为什么不要, 为什么自己走一条路, 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为什么在路上随便人家乘, 为什么要这样, 台湾人为什么要搞这么惨, 就是你不认分嘛, 你不认分嘛, 你不安于事嘛, 你不安于事嘛, 你不安于事在那边随便偷客人家, 结果就是你会很惨, 你的青春年华会老去嘛, 你到最后没有架子丢在地上, 人家都踩过去不要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滋味, 还在什么, 什么齐柏林看台湾, 还在上面走, 中国人在乘, 你欢迎要是去看什么, 本来台湾是比那个更漂亮的, 那个纪录片告诉你, 中国人是怎么吞塔台湾, 我跟你讲, 中国人一方面拍他们, 污染台湾的后果, 然后你还给他得奖, 台湾人又怕婆子, 又给他们, 赖钱给他们, 我没有看到, 比这更凄惨的事情, 人家给你糟蹋, 你躲在那里, 人家给你乘胜, 你跟人打破, 是什么问题啊, 台湾人是什么问题啊, Pathetic, Pathetic, Hopeless, 所以这两个主族走出来以后, 就是法理嘛, 法理上你是有身份, 你就是这个身份, 你要紧紧抓住这个身份, 所以台湾人的民进府, 拿到这个我们的ID卡, 就是你头脖的机会, 你从政治联谊, 这个Pathetic里面, 跑出来的唯一的机会, 我们是被占领地区, 我们虽然是日本天王, 但是目前状态是被占领地区的百姓, OK, 这就回到一个重点, 台湾民进户, 是不是要到台湾人要走这一路, 我跟你讲没办法, 为什么, 我们上面有顶头上是, 叫做美国军政府, 所以我们所有做的事情, 台湾人要守法哦, 你按照法理一步一步来, 有一天在未来, in the future, maybe someday, if God willing, if United States Occupied President willing, 我们会回到大日本帝国, 但是before that happen, 在那事情发生之前, you still under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occupation, You are the occupied people, You have to abide by law, 你必须要遵守法律, somehow到有一天你 mature, you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know who you are, 你知道自己是谁之后, then, 我们就可以跟美国坐下来谈说, 啊,不然怎么办, 我接下去要怎么办, 我总不能这样一直被你占领下去啊, 可是before you have that capability, 有那个能力可以站起来之前, you better, 每天按时的吃早餐, 中餐, 晚餐, 吃营养, 每天exercise, 每天去看书, 好好把你语言学好, 你要知道把日文跟英文学好, 你在像个这样国家的人嘛, 不然现在汹涌造出什么东西啊, 被一个distorted person, 一个有disorientation的人嘛, 失去方向, 失去目标, 不晓得自己是什么, 一个一滩身体在那边, 现在台湾人家就是这样, ROC in exile, 那怎么处理ROC啊, 很简单, 这也不是我们处理, ROC是要美国去处理它, 但是我们希望美国怎么处理它, 希望它把它put back to where they, identify them, and put them back to where they belong, 美国军政府你要把这些中国人认出来, 把他们放在应该有的位置, 而不是把他们放在我们头上, 他没有资格来定义台湾人, 好歹你美国是principle occupying power, you have to abide by the law of war, law of occupation, law of international law, because we are the occupied people,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去年11月15号那时候就是, 诉求是很简单嘛, 我们诉求很简单啊, 你们看啊, Japan is the homeland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对不对, 然后, Taiwan's legal status was defined by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台湾究竟那和约已经确立了台湾的地位, 被占领, no military conscription for the people of occupied territory, 对不对, Japan is the homeland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然后, United States is the main occupying power over Taiwan, 是主要的占领全国, we are not Chinese, we are Taiwanese, 我更讲, we are foreign, OK, normalization of Taiwan status is the only way out, 好, 这就是我们的诉求, 我们去年1万人的台湾狼, 穿着制服, 穿着黑色西装, 整整齐齐走在台湾的东区, 就是跟你们讲这件事情, Idenify them, 就是Arosin, 这一群中国人把Idenify出来, 然后Put them back to where they belong, 你就是难民嘛, 你就是流亡政府嘛, 你就不要在那边假笑, 利用台湾当作你是一个国家的样子, 不要来这一套, 美国你需要帮我们做这件事, 他有TCDA with the currency of the currency, 现在的情况怎么办, 我们就是告他嘛, 就是告USA ROC嘛, 过去台湾人要用政治的活动, 要让台湾站起来, 那是不可能的, 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告, 只有告, Clarify, 政治手段都是要模糊, 模糊的目的就是政治人物可以上下起手, 可以中间获得利益, 哪一个国家都一样, 美国也是一样, 国会议员, 你以为跑来这边干嘛, 都有好坑的嘛, 但是我们一旦到美国法院, 你国会议员也不敢乱来, 这样子跟你讲, 所以这法院宣判的结果, 美国的行政司法部分都会跟上来, 你放心好了, Persuwation means to achieve the our goal, 我们现在就在Persuwation, Persuwate Taiwan Formosan, 回过来, 回神过来, 回复你正常的identity, Solution from without,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做的, 从外, 我们发觉台湾, 已经是一个cuckoo net, 就是杜鹃窝里面的关头神经病人的话, 你没办法从内部去做改变, 你势必要从外边进来, 施德哥尔摩症候群, 我那时候很早就讲了, 四五年前就讲了, 怎么去改变施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人, 你如果是医生, 你怎么治疗这群人, 第一个, 把当时的那几天的报纸都给你看, 不要只有在里面, 外界怎么描述里面, 里面里面怎么看外面, 这群人用什么走在那边, 把你分析得清清楚楚, 你才可能从这种里面走出来, 就是事实, 就是事实, 真理, 真理让台湾得到自由, OK? 只有真理可以让台湾人的 Consious, back to conscious, Cascientious, OK? 所以这种味道就从G7, 只有从世界定义全世界游戏轨, 这个G7国家, 也只有从我们的占领者那边下手, 我们才会醒过来, 所以我们只好告我们的占领者, 当你的诉求是right for, 是对的时候, even全世界最大的国家, Unity of America, 也无法ignore你的cry for help, 然后我们的诉求是很legal based, 我们的诉求是human right based, 我们的诉求是common human being, 应该deserve the dignity, 我们只是用这个来诉求美国, 你这样的国家, 不然你是怎么通在全世界, 你怎么去控制全世界, 我请问你, 你如果不用这几个principle, 基本原则来统治世界, 谁会服你啊? 就讲这么简单的事情, 谁会服你啊? 当我们的诉求是right for的时候, 我会说, 游礼走遍天下, 无礼寸步难行, 过去所有台湾人怕的路都是无礼, 无礼也是做不到的事情, 日文无礼就是无礼, 做不到的事情, 但是我们游礼的话, 让我们滴滴冲出去啊, 我们越走越光明啊, 路越来越大啊, 我只是说, 我预先宣告, 我们即将在最近的未来, 会让台湾吓一跳的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面, 未来是什么? 未来是什么? OK? 美国也讲听啊, 台湾民政府, 我好啊, 我交给人去管了, 过来你要怎么走? 我跟你讲啊, 既然, 美国总统是我们的执行者, 我们当然是听总理啊, 我们输了嘛, 我们输了啊, 我们先知道, 我们现在回神过来, 知道我们是谁了, 那我们以我们的身份, 来跟美国总统谈, 因为我知道你要做什么, 我可以配合你, 所以我们在, 我们的官网, 回到我们的官网好不好, 官网看那个, 最后我用这个做结束好了, 来, 官网的那一张我们的广告, 你怎么又跳走? 民政府官网就好了嘛, 你给我按到这边就好了嘛, 不要跳走好不好, 台湾民政府官网, 不要了, 你就按这个就好了, Please, 你就按这个就好了, 它就会出现了, 对, 然后再往下走, 好, 在这边, 这是我们在Examiner上面, 在Examiner上面出现的东西, 广告很清楚, 上面什么, World War II ended 71 years ago, 世界二次世界弹, 70年前已经结束了, It's time for Taiwan to determine her future, 然后再往下看, 来, 不要跳太多, 不要跳太多, 慢慢来, 来, 我要看这句话, The TCG is supposed to be a trusted partn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Asia, Dr. Roger Lin, Secretary General of Taiwan Civil Government, 我们台湾民政府定义, 定义, Pose to be, Pose to be, A trusted partner, 美国, United States, 在亚洲地区可以信任的伙伴, 这句话是在杜特地开始起笑尽情讲的, OK, 我们算准, 你会暴走, OK, 这个暴走老人会暴走, 但是台湾民政府跟美国传达一个简单的讯息, 也是我们即将会在美国的政治中心会宣告的, 就是台湾民政府将会是美国United States在亚洲最可信任的伙伴, 今天课上我们下课